金平梅秀向重真本 第25回吴月娘春日秋千来望儿 最终温仙慈约 醋把秋千起来整顿仙仙手 露农花瘦 薄汉青衣透 剑客入来 袜铲金拆溜 和修走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 话说灯节已过 又早清明将至 西门庆有应伯爵早来邀请 说松寡嘴作东 邀了郊外耍子去了 先是吴月娘花园中 扎了一架秋千 这日见西门庆不在家 闲钟率中姊妹游戏 以消冲困 先是月娘与孟月娄打了一回 下来教李娇儿和潘金莲打 李娇儿词说身体沉重 打不得 却教李平儿和金莲打 打了一回 月娄便叫 六姐过来 我和你两个打个立秋千吩咐 休要笑 当下两个玉手挽定踩绳 将身立于画板之上 月娘却叫惠莲 春梅两个相送 正是 红粉面对红粉面 玉苏肩并玉苏肩 两双欲望挽覆挽 四肢金莲颠倒颠 那金莲在上面笑成一块 月娘道 六姐你在上头笑不打紧 只怕一时滑倒 不是耍出说着 不想那画板滑 又是高底鞋 刺不牢 只听得滑浪一声 把金莲擦下来 早是扶住架子不曾跌着 险些没把月楼也脱下来 月娘道 我说六姐笑得不好 只当跌下来 阴望李娇儿众人说道 这打鞦韆 最不该笑 笑多了 一定腿软了 跌下来 咱在家做女儿时 隔壁周台官家花园中 扎着一座鞦韆 也是三叶佳节 一日她家周小姐 和俺一班三四个女孩 都打鞦韆耍子 也是这等笑得不了 把周小姐滑下来 骑在画板上 把身子洗抓去了 落后嫁与人家 被人家说不是女儿 修竹来家 今后打鞦韆 先要计笑金莲道 孟三不计 等我和李大姐 打个立鞦韆月娘道 你两个仔细打 却交欲销 春梅在旁推送 财带打时 只见陈静记自外来 说道 你每在这里打鞦韆离 月娘道 姐夫来得正好 且来替你二位娘送送儿 丫头每气力少 这静记老和尚 不壮中的不得一声 于是波步聊一 向前说 等我送二位娘 先把金莲裙子戴住 说道 五娘站牢 儿子宋也 那鞦韆飞在半空中 犹若飞仙相似 李平儿见鞦韆起去了 虎的上面怪叫道 不好了 姐夫你也来送我送儿 静记道 你老人家倒且性急 也等我慢慢地打发将来 这里叫 那里叫 把儿子手脚都弄慌了 于是把李平儿裙子掀起 露着他大红底衣 推了一把 李平儿道 姐夫慢慢着歇 我腿软了 我腿软了 静记道 你老人家原来吃不得锦酒 金莲又说 李大姐 把我裙子又兜住了 两个打到半中腰里 都下来了 却是春梅和西门大姐两个打了一回 然后 交玉霄和慧莲两个打力鞦韆 这慧莲手腕踩绳 身子站得直屡屡的 脚刺钉下边画板 也不用人推送 那鞦韆飞在半天云里 然后呼得飞降下来 端得却是飞仙一般 盛可仁爱 月娘看见对玉楼李平儿说 你看媳妇子她道 会打这里月娘 众人打鞦韆 不提话分两头 却表来望儿往杭州 织造蔡太师生辰衣服回来 压着许多妥妥乡龙船上 先走来家 到门首 下了头口 收谢了行李 进到后边 只见雪娥正在堂屋门首 做了衣 那雪娥满面微笑 说道 好呀 你来家了 路上风霜 多有辛苦 几时没见 试得黑胖了来望英问 爹娘在那里 雪娥道 你爹今日背影二众人 要去门外耍子去了 你大娘和大姐 都在花园中打鞦韆 李来望儿道 阿呀 打她则肾 雪娥便到了一盏茶 与她吃 英问 媳妇子在灶上 怎得不见 那雪娥冷笑了一声 说道 你的媳妇子 如今还是那时的媳妇李 好不大了 她每日只跟着她娘 没火里下棋 窝子儿 抹牌玩耍 她肯在灶上做活李 正说着 小玉走到花园中 抱与月娘 月娘自前边走来 来望儿向前磕了头 立在旁边 问了些路上往回的话 月娘赏了两瓶酒 吃一回 她媳妇送惠莲来道 月娘道 也罢 你辛苦了 且往房里洗洗头面 歇素歇素去 等你爹来 好见你爹回话 那来望儿便归房里 惠莲先付钥匙开了门 又咬些水与她洗脸贪沉 收拾搭脸去 说道 贼黑球 几时没见 便吃得这等肥肥的 又替她换了衣裳 安排饭食与她吃 睡了一觉起来 已是日夕时分 西门庆来家 来望儿走到跟前参见 说道 杭州制造蔡太师 生辰的尺头 并家中衣服 据已完备 打成包裹 装了四箱 搭在官船上来家 只少顾夫过睡 西门庆满心欢喜 与了她赶脚银两 明日早装在进城 又赏银五两 房中盘缠 又教她管买办东西 这来望儿肆意带了些人事 悄悄送了孙雪娥 两方零汉金 两只装花西裤 四辖杭州粉 二十个胭脂 雪娥被的告诉来望儿说 自从你去了四个月 你媳妇怎得和西门庆勾打 玉霄怎得做牵头 金莲屋里怎得做窝科 现在山子底下 落后在屋里 成日明睡到夜 夜睡到明 与她的衣服 首饰 花翠 银钱 大包带在身边 石小丝在门手买东西 见一日也使二三钱银子来望道 怪到箱子里 放着衣服 首饰 我问她 她说娘与她的雪娥道 那娘与她 倒是也与她的吏 这来望儿遂听记在心 道晚西 吃了几盅酒 归到房中 长言九发顿父之言 因开箱子 看见一匹蓝段子 甚是花样奇异 便问老婆 是那里的段子 谁人与你的 趁上时说老婆不知就理 故意笑着 回道 怪贼求 问怎的 此事后便见我没个儿儿 与了这匹段子 放在箱中 没功夫做 端得谁肯与我 来望儿骂道 贼淫妇 还捣鬼厉 端得是那个与你的 又问 这些首饰是那里的 妇人道 呸 怪求根子 那个没个娘老子 就是石头下 喇尔里蹦出来 也有个窝巢儿 为人就没个亲戚六卷 此事我姨娘家 借来的差书 是谁与我的 被来望儿一拳 显不打了一跤 说 贼淫妇 还说嘴厉 有人亲看见 你和那没人伦的 猪狗有首尾 欲笑丫头怎的牵头 送段子与你 在前边花园内两个干 落后吊在潘家 那淫妇屋里名干 成日入日的不值了 贼淫妇 你还要我手里吊子 约而 那妇人便大哭起来 说道 贼不逢好死的求根子 你做什么来家打我 我干坏了 你什么事来 你嫩是言不是语 丢块砖瓦儿 也要个下落 是那个嚼舌根的 没空生有 调缩你来欺负老娘 我老娘不是那没根基的货 娇人就欺负死 也剪个干净地方 你问说 宋家的丫头若把脚掠居儿 把宋字倒过来 你这贼求根子 得布个方就与儿 妄物也要个时 人教你杀那个人 你就杀那个人 几句说得来 妄儿不言语了 妇人又道 这匹蓝段子 越发我和你说了罢 也是去年十一月里 三娘生日 娘见我上穿着紫袄 下边借了玉霄的裙子穿着 说道 媳妇子怪喇喇的 什么样子 才与了我这匹段子 谁得嫌做他 那个是不知道 就攒我嫩一遍舌头 你错认了老娘 老娘不是个饶人的 明日我咒骂个样 与他听 破着我一条性命 自嫩寻不着主力 来往而道 你既没此事 平白获人和盛气 快些打破我睡这副人 一面把铺伸下 说道 怪道路的求根子 吃了那黄汤 听你那叫 平白惹老娘骂把来往略翻在炕上 憨声如雷 看官听说 但凡是上养汉的婆娘 饶他男子汉十八分惊细 是他几句左汉右说 十个九个都着了痘 正是东静李专儿又臭又硬 这宋慧莲窝盘住来往而 过了一宿 到次日 往后边问玉霄 谁人透露此事 终莫知其所由 只顾海骂 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 一地里寻不着 走到前边 只见雪娥从来往而房里出来 只猜和她媳妇说话 不想走到厨下 惠莲又在里面切肉 两久 西门庆前边陪着乔大户说话 只为扬州言商王四丰 被暗抚使送奸在狱中 许淫二千两 让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 刚打发大户去了 西门庆叫来望 来望从她屋里跑出来 正是 雪隐鹿应非 使见柳藏 鹦鹉与方之 以此都知雪娥 与来望儿游为首 一日 来望儿吃醉了 和一般家人小厮 在前边恨骂西门庆 说怎的我不在家 使玉霄丫头拿一匹蓝段子 在房里哄我老婆 把她吊在花园间耍 后来潘金莲怎的做窝主 由她 只休要撞到我手里 我教她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好不好 把潘加纳淫妇也杀了 也只是个死 你看我说出来做得出来 潘加纳淫妇 想着她在家白死了她汉子五大 她小叔五松来告状 多亏了谁替她上东京打电 把五松电发冲军去了 今日两脚踏住平川路 落得她受用 还挑拨我的老婆养汉 我的仇恨 与她结得有天来大 常言道 一不做 二不休 到跟前再说话 迫着一命寡 便把皇帝打 这来望儿自知路上说话 不知草里有人 不想被同行家人来兴儿听见 这来兴儿在家 西门庆原派她买办 是用赚钱过日 只因与来望媳妇勾搭 把买办夺了 却交来望儿管领 来兴儿就与来望不睦 听见发此言语 就悄悄走来潘金莲房里告诉 金莲正和孟月楼一处坐的 只见来兴儿先帘子进来 金莲便问 来兴儿 你来有甚事 你爹今日往谁家吃酒去了 来兴儿道 今日俺爹和婴儿爹往门外送病去了 是有一件事 告诉老人家 只放在心里 休说事小的来说 金莲道 你有甚事 只顾说 不妨是 来兴儿道 别无甚事 颇奈来望儿 昨日不知那里吃的最兮兮的 在前边大腰小喝 蜘蛛骂狗 骂了一日 又裸着小的撕打 小的走来一边不理 他对着家中大笑 又骂爹和五娘 潘金莲就问 贼求根子 骂我怎的 来兴说 小的不敢说 三娘在这里 也不是别人 纳斯说 爹怎的打发他不在家 耍了他的老婆 说五娘怎的做窝主 转他老婆在房里 和爹两个明睡到夜 夜睡到明 他打下刀子 要杀爹和五娘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又说 五娘那咱在家 毒药百杀了亲夫 多亏了他上东京去打电 救了五娘一命 说五娘恩将仇报 挑拨他老婆养汉 小的穿青衣抱黑柱 先来告诉五娘说声 早晚休吃 那丝暗算御楼听了 如提在冷水盆内一般 吃了一惊 这金莲不听便罢 听了 粉面通红 银牙咬碎 骂道 这犯死的奴才 我与他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 他怎的缠我 我若叫这奴才在西门庆家 永不算老婆 怎的我亏他就活了性命 因吩咐来兴儿 你且去 等你爹来家问你时 你也只招嫩般说 来兴儿说 五娘说那里话 小的又不赖他 有一句说一句 随爹怎的问 也只是这等说说必 往前边去了 玉楼便问金莲 真个他爹和这媳妇子友 金莲道 你问那没廉耻的货 胜得好老婆 也不枉了叫奴才这般协制了 在人家驶过了的奴才淫妇 当初在蔡通畔家 和大婆作弊养汉 坏了事 才打发出来 嫁了蒋葱 岂只见过一个汉子儿 有意拿小米树儿 什么事儿不知道 贼墙人蛮神下轨 使玉霄送段子儿 与他做嗷儿穿 一冬里 我要告诉你 没告诉你 那一日 大姐姐往桥大户家吃酒 咱美都不在前边下棋 只见丫头说 他爹来家 咱美不散了 落后 我走到后边一门手 见小玉立在川廊下 我问他 小玉望着我摇手儿 我刚走到花园前 只见玉霄那狗肉 在脚门手站立 原来替他关风 我还不知 叫我进往花园里走 玉霄拦着我 不叫我进去 说爹在里面 叫我骂了两句 我倒以隐和他 有些什么茶子仗 不想走到里面 他和媳妇子 在山洞里干营生 媳妇子见我进去 把脸飞红地走出来了 他爹见了我 善善地 是我骂了两句 没廉耻 落后 媳妇子走到屋里 打悬魔跪着我 教我修对他娘说 落后 正月里 他爹要把淫妇 安托在我屋里 过一夜儿 是我和春梅 折了两句 再几时容他半个眼 贼万杀的奴才 没得把我扯在里头 好骄太的奴才淫妇 我肯容他在那屋里头弄成儿 就是我爸了 安春梅那小肉儿 他也不肯容他 遇楼道 撑到贼臭肉在那里坐着 见了安美意义四四 带起不起的 谁知原来背得有这本账 论起来 他爹也不该要他 那里寻不出老婆来 教奴才在外边畅阳 什么样子 金莲道 左右的皮血儿没翻证 你要奴才老婆 奴才暗地里偷你的小娘子 彼此换着座 贼小妇奴才 千野嘴头子嚼说人 万野嚼说 今日打了嘴 也不说的 玉楼向金莲道 这春事 咱对他爹说好 不说好 大姐姐又不管 躺乎纳斯 真个安心 咱美不言语 他爹又不知道 一时遭了他手怎了 六姐 你还该说说金莲道 我若是饶了这奴才 除非是他入日 出我来正事 平生不作咒没事 世上阴无切齿人 西门庆至晚来家 只见金莲在房中 云环不整 睡问相塞 哭得眼坏坏的 问其所以 遂把来望儿醉酒发言 要杀主之事诉说一遍 见有来星儿亲自听见 思想起来 你背地图他老婆 他便背得要你家小娘子 你的皮血儿没翻证 纳斯杀你便该当 与我何干 连我一粒也要杀 趁早不畏之际 夜头早晚 人无后眼 只怕暗遭他毒手 西门庆应问 谁和纳斯有首尾 金莲道 你休来问我 只问小玉便知 又说 这奴才欺负我 不是一遭而了 说我当初怎的用药 百杀汉子 你娶了我来 亏他寻人情 搭救我性命来 在外边对人接条 早是奴没生下而没长下女 若是生下儿女 叫贼奴菜皆调着好听 敢说 你家娘当初在家不得地时 也亏我寻人情 救了他性命 嫩说在你脸上也无光了 你便没羞耻 我却成步的 要这命做甚吗 西门庆听了妇人之言 走到前边 叫将来兴儿道无人处 问他始末缘由 这小丝一五一时说了一遍 又走到后边 摘问了小玉口词 与金莲所说无差 为的某日 亲眼看见雪娥从来望儿屋里出来 她媳妇儿不在屋里 敌有此事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 把孙雪娥打了一顿 被月娘再三劝了 拘了她头面衣服 只教她伴着家人媳妇上造 不许她见人 此事表过不提 西门庆在后边 因使御霄叫了宋慧莲 背得亲自问她 这婆娘便道 哎呀 爹 你老人家没得说 她是没有这个话 我就替她赌了大事 她酒便吃两中 敢嫩七个头八个胆 背地里骂爹 又吃咒王水土 又说咒王无道 她靠那里过日子 爹 你不要听人言语 我且问爹 听见谁说这个话来 那西门庆被婆娘一席话儿 闭口无言 问得极了 说 是来兴儿告诉我说的惠莲道 来兴儿应爹叫俺这一个买办 说俺美夺了她的 不得赚些钱时 结下这仇恨儿 凭空拿着血口喷她 爹就信了 他有这个欺心的事 我也不饶他 爹你依我 不要交他在家里 与他挤两银子本钱 交他信信脱脱 远离他乡 做买卖去 他出去了 早晚爹和我说句话儿 也方便些 西门庆听了满行欢喜 说道 我的儿 说的是 我有心要叫他上东京 语言商王四峰 秧蔡太师人情 回来 还要押送生辰单去 只因他才从杭州来家 不好又是他的 打仗叫来宝去 既你这样说 我明日打罚他去遍了 回来 我教他领一千两银子 同主管往杭州贩买 筹券私线做买卖 你意下如何 老婆心中大喜 说道 爹若这等才好 正说着 西门庆见无人 就搂他过来亲嘴 婆娘盲地舌头在他口里 两个扎作一处 妇人道 爹 你许我边究计 怎的还不替我边 那时候不带到几时代 只教我成日带着头发壳子儿 西门庆道 不打紧 到明日将扒两银子 往银匠家替你拔私去 西门庆又道 怕你大娘问 怎声回答 妇人道 不打紧 我自有话打发他 只说问我姨娘家借来代代 怕怎的 当下 二人说了一回话 各自分散了 到了次日 西门庆在厅上坐着 叫过来望儿来 你收拾衣服行李 赶明日3月28日起身 往东京央蔡太师人情 回来 我还打发你杭州做买卖去 这来望心中大喜 应诺下来 回房收拾行李 在外买人士 来兴儿打听得知 就来告报金莲之道 金莲打听西门庆在花园卷棚内 走到那里 不见西门庆 只见陈静记在那里封礼物 金莲便道 你爹在那里 你封的是什么 静记道 爹刚才在这里 往大娘那边对阎商王四封银子去了 我封的是往东京央蔡太师的李金莲问 打发谁去 静记道 我听见昨日爹吩咐来望儿去这金莲才带下台机 往花园那条路上走 正撞见西门庆拿了银子来 叫到屋里 问他 明日打发谁往东京去 西门庆道 来望儿和吴主管二人同去 应有言商王四封一千干使的银两 以此多着两个去 妇人道 随你心下 我说的话而你不依 道听那奴才淫妇一面而言语 他随问怎的 直呼他的汉子 那奴才有话在先 不是一日而了 左右迫着老婆丢于你 坑了你这银子 拐得往那头里 婷婷拖拖去了 看哥哥两眼而空厘 你的白丢了罢了 难为人家一千两银子 不怕你不陪他 我说在你心里 也随你 老婆无故只是为他 不争你贪他这老婆 你留他在家里也不好 你就打发他出去做买卖也不好 你留他在家里 早晚没这些眼防范他 你打发他外边去 他使了你本钱 投一件你先说不得他 你若要他这奴才老婆 不如先把奴才打发他离门离户 常言道 茧草不除根 萌芽依旧生 茧草若除根 萌芽再不生 就是你也不担心 老婆他也死心塌地 一席化儿 说得西门庆如罪方醒 正是 术语拨开君子路片言提醒梦中人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你也不担心